我們的確是要多些見面 去消除誤解 令到圈內真的建立到共識 很多人就會去問 為什麼不初選呢 其實我覺得初選 都是不失為一個方法 但是那個是一個 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因為初選背後隱含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背後有一種競爭關係 當我們沒有辦法凝聚共識的時候 我們為了面向選民 我們必須有個君子之爭 然後去將這個競爭的關係 變得更加平等 但是這次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政選來的 不是換屆選舉 而是我們受了強權的打壓之後呢 一個受到打壓的人 希望尋求我們陣營之內的友好呢 去延續我們為民生服務的力量 去凝聚民主派的共識 所以我覺得呢 透過協商凝聚共識 然後互相扶持的方法呢 是向無論市民 還是打壓我們的政權去展現 我們受了打壓 會更加團結 我們需要這一套力量 所以我會仍然盡我的努力 去尋求圈內 繼續有的更加大的共識